大家好,现在贵州遵义广场 到这边来是想去买衣服的 因为明天要降温了嘛 所以我到这边来看 因为老板娘跟我说你坐车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有很多卖衣服的 但实际上我来了以后呢 没找到 因为坐公交车的路上没看到 然后我把这周围大概也看了一下 没看到有一个卖衣服的 那老板娘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骗我 但我确确实实没找到 如果没找到的话 那我就找大超市吧 还是到大超市去买衣服吧 看一下这个纪念广场周围的环境 然后中间有个大喷泉 那边写的是尊义广播电视大学 山顶上有一个大足球 这个山也不是很高 老板娘说这周围有很多卖衣服的 就是我说的那种卖冬天衣服便宜的那种 但是确确实实没看到啊 没看到那不管他了 那边有个沃尔玛 实在不行的话就去沃尔玛去找吧 沃尔玛理论上来讲应该有我说的那种冬天过冬的衣服 往这边走 然后走到马路对面 才能走到那个沃尔玛 这人到大超市了 因为我从那边走过来没有 这边也没有卖衣服的 但是老板娘她跟我说的心诗淡淡 她说这附近有很多卖衣服的 但是她说的我在这边没看到啊 确实没有我说的那种就是 就是卖服装的嘛 对不对 就不要卖那种高档服装 我说的那种就是普通的卖衣服的 就是老 就是老城区的那种 卖衣服一条街的那种 是吧 你看我从那个广场那边走到这边来都没有 那确确实实是 没有 等一下回去就是我再问一下老板娘 问她这个 你这不是忽悠我吗 对不对 而且我今天还必须得买 不买不行 因为明天温度就要下降到二度 非常的寒冷 所以说只能到这个大超市去找衣服了 所以说我买衣服也不能买那种太好的 我一般都是一次性的 衣服穿完 等气温升高以后呢 衣服就不要了 所以说也不要买太好的 就买一条架厚的裤子 上身再买一件便宜的羊毛衫就行了 你买太高端的那不贵吗 整个贵州省我发现了 它像这样的铁栏杆特别特别的多 一般像马路上至少有三段 就是人行到左右两边都有 然后有的路上中间还有 就是有三段这样的铁栏杆 铁栏杆实在是太多了 东西买好了 现在准备打车直接回酒店 因为坐公交车的话 我这里走过去几百米 然后坐到火车站再走回去五六百米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直接打车吧 关键是打到了一个特惠快车 才十块钱都不到 就算他十块钱吧 所以说这个打车还是比较优惠的 刚才来的时候打车要十五块钱 所以我选择坐公交车来了 回去既然可以十块钱吧 那就打车吧 反正因为回去带着好多东西嘛 你坐公交车也麻烦 稍微等一下车子马上就来了 已经坐上车了 正在回酒店的路上 刚才前面打的那辆车 然后他不来接我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他就是给你耗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 以前也遇到过 那就只能给他取消掉 他的目的就是要耗到让你付钱 所以说一般像这种情况 要赶紧给他取消掉 看一下路边的风景 还是非常好的 现在正好是冬天了 这个树叶非常好看 这边有个桥 是一个单孔的桥 然后旁边有很多小孔 这个桥都是上世纪非常流行的一种设计方案 这段路还是挺宽阔的 然后距离酒店的位置大概有7公里左右 我来到这儿好像看了一下 还好也不算太远 从明天开始 反正就是先把 先把这个 叫什么 遵义失去范围内的先游了 然后有时间 抽一天时间再去那个什么 去茅台镇 已经到家了 看看我买了哪些东西 这是买了件上身的衣服 没买羊毛衫啊 羊毛衫都太贵了 你像我怎么可能买羊毛衫呢 对不对 这个衣服手感的话还行 比一般的秋衣要厚 所以说一般就够了 我上层穿四件衣服 对吧 然后裤子的话 我现在又加了一条 我现在腿上穿了两条裤子 秋衣 外加一个牛仔裤 这个裤子厚度的话 不算太厚 也不算太薄 所以说加上这条裤子 就等于穿三条裤子了 所以说我认为可以抵抗住 那个明天二度的气温 这个里面也是加厚的 相对来讲的话 穿三条裤子 应该是肯定可以的 可以扛得住 零下两三度的气温 应该没有问题了 也有那种特别厚的裤子 特别厚的裤子的话 太厚了穿起来 走路也累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厚度 应该够啊 这个厚度 反正比秋衣 是要秋裤 是要厚很多了 这样我就穿三条裤子 上次穿四件衣服 这样可以抵抗 抵抗住零下三五度的气温 应该没啥问题 行 具体怎么样 明天再说 哎呦 忘记买帽子了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要 买个帽子呀 不然这个头上没帽子不行 这裤子没有口子 然后我就给他 用剪刀给他剪了个口子 哎呀这个酷 这边买的是吃的 这是水果 叫卧干 产自广西的 到过完年以后 那个卧干才最好吃 为啥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卧干 更加成熟 然后这还巧克力 巧克力晚上吃 这边是买的八宝粥 八宝粥就早上当 那个早饭吃 五块钱一罐嘛 对吧 这样吃早饭也有了 以前我吃沙西马嘛 现在我感觉吃八宝粥更好 这个八宝粥厉害的 是我童年的回忆啊 我记得差不多三十年前 家里就有这个 这个八宝粥的罐子 当时可能是哥哥姐姐 他们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吃的这个八宝粥 就是这个八宝粥 真的是童年的回忆 三十年来 它的包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还和我小的时候 见到过的一模一样 也算是找到了童年的回忆 买的这些东西 一共是年百二十多块钱 裤子是七十九 然后衣服是四十九 都不算贵嘛 因为随着气温升高的话 嗯 它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穿完到时候都不要了 我估计从现在要开始穿 一直要穿到过完年 三月份以后 二月份以后吧 大概到三月份的时候 温度就不会那么冷了 到时候这两个厚的衣服 就可以不要了 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个外套 就一直穿到明年夏天 七月份的时候才能扔掉 基本上衣服都不用买太贵的 因为我这衣服也不可能到夏天 还放在包里 那都不现实的 都是随着气温升高 到时候都会不要的 然后帽子的话 你像头发这么短 本来这个衣服 它是有帽子的 当时嫌麻烦 我就把那个给它扔了 结果现在你到时候特别冷的话 你说你一下两三度的时候 你要是不戴个帽子 我估计也不行 到时候冷了再说吧 到时候再买帽子吧 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